今天我來登記是第七選區 信義南松山的國民黨立法委員的初選 世代交替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要拉下誰 而是要把資深的人往上推到另外一個新的境界跟新的舞台 我們會贏下2024 讓肺委員能夠進到內閣 繼續用他的長才替大家來服務 所以立法院有我 內閣裡面有肺委員 我認為這會是最好的拍檔跟組合 請大家支持我 通過初選代表國民黨 讓社會大眾知道 國民黨給得起年輕人機會 給得起有戰力的年輕人進到國會的舞台 讓我能夠進到立法院 替大家升格來服務 謝謝 但我想世代交替的意義就如剛所說的 並不是要拉下誰 而是希望讓這些資深的委員能夠 向上發展有更好的舞台 我們2024會跟著我們的候選人一起贏下來 那到內閣裡面的時候 大家會發現 國防部長要是誰呢 財政部長要是誰呢 經管會主委要是誰呢 我們又會再一次出現人才的空缺 所以這些資深的立法委員 他們的專業跟他們的地點 是最適合在我們能夠勝選之後排到內閣裡面的 所以我自己是松山信義區的議員 未來如果能夠成為信義南松山的立法委員 我100%會第一個站出來力挺費洪泰委員 進到內閣裡面升級為大家服務 所以我認為我在國會費洪泰委員在內閣 這是最佳的組合跟拍檔 會是世代傳承最好的典範 也是世代交替真正的解答 BGM